4月9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习近平请拉夫罗夫向普京总统转达诚挚问候 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 中俄两国携手走出了一条大国邻国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的崭新道路 造福了两国和两国人民 也为国际公平正义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我和普京总统一致同意继续保持密切交往 确保中俄关系始终顺利稳定向前发展 双方要以庆祝建交75周年和举办中俄文化年为契机 全面落实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一系列重要共识 习近平强调 中方支持俄罗斯人民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支持俄方打击恐怖主义 维护社会安全稳定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俄关系发展 愿同俄方密切双边沟通 加强在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战略协作 展现更多担当 以平等开放透明包容的精神团结全球南方国家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有力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拉夫罗夫转达普京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 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 中国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 为其他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 俄方深感钦佩 俄对外政策的优先方针是全面巩固提升对华关系 普京总统顺利当选连任保证了俄中关系的连续性 俄中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 超越了冷战时期的同盟关系 显示了强大韧性 俄方愿同中方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加强双边和多边协作 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一道 加强团结合作 为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公正的国际秩序 做出贡献 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冻这是第一次团嫮宾